走啊 放四個 先上手 碰到了 先捏住 先捏住 看前 走啊 走啊 在康民署一級運動攀登的班 有什麼時候貪得意考上班 然後就接觸了 攀石衣的運動 第一天其實我已經覺得 攀石衣的運動挺有趣 都跟我自己 生活方式 感覺很接近 覺得挺有趣 問教練 我怎麼再考下去 怎麼再學下去 他就給我一張卡片 然後 第二天就開始去 他那個 內地健身 開始玩 慢慢考下去 就喜歡了 我的名字叫William 香港很多人都叫我做機器 我爬了石 11年 我爬石之前 就是 打排球 打排球 是團隊 跟隊友之間 有些磨擦 有點失意 然後就開始接觸了另外一些運動 其中就是爬石 其實我覺得爬石 很體現自己的生活風格 就是爬石 去旅行爬石 對我的意義都很大 就是認識到外國的朋友 都是爬石的 志同道合 然後 令到我會明白 原來我去旅行 除了去 爬石 觀光 去爬石之外 我可以擴闊自己的網絡 我可以認識到更多不同攬石界的朋友 去過中國 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美國 泰國 菲律賓 打冰島也有去過 我在Petaconia 都做了有五年左右 日常工作都是銷售 可能收拾貨 有時都要處理一下 課場的清潔 設計的位置安排 還有文書上的工作 我去旅行回來後 我聽到Angelo和樂仔說 我們在南馬島有個新牆 很厲害 然後我再來南馬島 索古灣給我的感覺很特別 清淨一點 舒服一點 其實給我的感覺 好像去了泰國 渡假攀石 很棒 仰硬 不用了 仰硬 這個攀石有十條線 大部份都是Sport 在十條線路裡 其中一條就是 我這條攀石 自己本身對傳統攀燈的經驗不多 所以第一次嘗試的時候 其實是很害怕很害怕的 其實我們第一天來到這裡 已經覺得這條攀石很漂亮 覺得它會是香港最漂亮的一條攀石 傳統攀燈士 這條闊欄需要很多身體動作 又要塞一下腳 塞一下手 整個身體逼進去 爬完整個人都會散光 不是只一隻手累這麼簡單 最難就是差不多臨上頂 因為臨上頂開始 但是你的動作很難正身做到 如果你正身做到的話 又放不到東西 除了是難度之外 你還要考心理 那你是想一下 放多點東西就好 還是把最後一口氣上頂才算 那個感覺 這是很難的 你不用看 下一個的 是不錯的 因為這裡有個大礦 然後拿到新個人進去 一個六個 然後 這次要做這個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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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C verb It is more about techniques and endurance or cardio is it the thing Yeah i mean it is difficult to say I would say for offfit it is very polarizing 只要有两个选择 你喜欢它 或者你恨它 你永远回来 或者你永远想做它 这一台在LAMA 是唯一我认为 有重大的距离 你真的必须做的 而且是没有错误 当我第一次来 我当时也能够 我认为它可能是11+,7A 但最组织的组织 我认为它可能是12- 所以7A- 我认为是正确的 有什么是难点呢 难点就是 平时你不停地爬 那些动作一直都很迎合到你 你觉得很舒服的 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突然间去到一个位置 那个动作突然间改变了 变得很难 你未必做到 有机会会fall fall的时候 可能你爬十几十次 都做不到的动作 都不能上去 那可能你就要用些训练 加上平时你去跑步 做健身 去健身屋爬石 去练习训练模式 然后再到场上 过了那个 你平时过不了的位置 那时候就会这样 我刚刚第一次去旅行 都是去洋索 在中国 那 去到的时候都傻子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但是我认识了很多 不同的世界各地 我个人 我看到他们 整天都可以到处去 为什么没有钱 都要继续去旅行 就算他这么多 很多钱都要 四坚四低 都要到处去旅行 去爬石 原来这就是我发现到他们 对这个运动的 那种热爱 究竟有多喜欢这种运动 就是他 他喜欢到可以连 其他东西都 放下都要继续去 然后我就很欣赏这些人 然后我跟自己说 不知道是否在中一刻 我可以做到他们 究竟我可以对 这个运动 热爱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不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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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知道 你给你帮我 是不败了 他就不败了 他就不败了 你帮我 在那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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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